原标题 刘伯温出病的时候 有人放编号嘲笑 后来朱元璋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情节其实只是电视剧中的一个情节 当不得真 电视剧中的情节是这样的 在刘伯温死后 他的儿子一个人拉着棺材走在南京的小道上 哭散着脸 而后面跟着的是几个身着军装的官大爷 他们有说有笑的跟在后面 甚至还把鞭炮点起来扔到棺材上面 先不说刘伯温并不是在南京去世的 而是在去世的童年病重被皇帝恩怨返乡 回家以后不久去世的 单说刘伯温的儿子 亲自拉着马车 这就很不真实 堂堂刘家大公子 怎么可能亲自拉着官才 步行回老家 再说 当时刘伯温在朱元璋心里的分量 还是挺重的 其实他们两人从来都没有闹过大矛盾 刘伯温最后还是得了善终 官大爷亲自在后面扔鞭炮庆祝 这种事如果真的存在 必然会引起朱元璋的愤怒 其实单说电视剧中 跟在刘伯温棺材后面的那几人 他们可都是怀惜薰贵 跟刘伯温平时的关系都不早地 因为刘伯温经常有意无意地打压他们的势力 跟他们作对 所以刘伯温死后 他们才会兴高采烈的 而电视剧中的表现 的确是有点过了头 这些怀惜薰贵身份可不一般 他们可是朱元璋的老乡 还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基础 也正因此 战争结束以后 他们往往都非常的自负 欺压百姓 自持功高 刘伯温打压他们 也只是因为他们的确有恶行 刘伯温才会打压他们 其实朱元璋在成为开国皇帝以后 就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褒利怀惜勋贵了 毕竟他们虽然与自己同源 但始终却是臣子 如果太过张狂也不好 刘伯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站了出来 当了朱元璋遏制怀惜勋贵的棋子 如果单看那几人的下场 其实也很容易就能找到 在刘伯温去世以后不久 朱元璋也开始了对朝中权贵的打压 特别是胡为庸案 指既让怀惜勋贵势力达到了兵点 在电视剧中扔鞭炮的那几人 也因为胡为庸案的牵连 最终被打入牢狱 被诛杀并且消了爵位 下场毫不凄惨 其实当时死的不仅仅是他们 被朱元璋杀害的功臣太多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